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香港经济导报总编辑颜安生 全球瞩目的为期16天的北京冬季奥运会 2月4日正式拉开序幕 全国人民对于本届北京冬奥会 一方面以极大的热情 欢迎各国运动员来中国创造佳绩 同时国人也对中国运动员 在奥运会期间创造出好成绩 寄予厚望 我能在这里大胆断言 我相信中国的运动员 绝对不会辜负国人的期望 一定会创造出令人刮目相看的佳绩 我为什么敢于这样断言呢 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体育大国 中国的运动员有能力 有条件创造出国人所期望的佳绩 那么什么叫体育大国 它的显著标志就是全民参与运动 国民的身体素质 健康素质表现良好 而且能够在我们的国民里面 选拔出许多优秀的运动员 参与各项国际赛事 那么对照上面这几条显著特征 来看看我们国家作为体育大国 现在处于一个什么状况 目前健康中国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党中央正在大力推进全民健康 全民健身 并且制定了很多的全民健康 全民健身的这种行动计划 那么今天的中国 国民的身体素质 健康素质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比 已经不相上下 比如说中国的人均寿命 在2020年已经超过77岁 尤其在一些像上海北京 这些大城市 中国的人均寿命就更高 那么正是因为 中国有这么好的 全民参与体育运动的这种基础 有这么好的 国民健康和素质条件 所以能够诞生一批 又一批的优秀人运动员 在国际的赛事上 与国际上的抢手 同台竞技 甚至不分高下 那么从去年结束的 东京夏季奥运会来看 中国的奥运健尔 创造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佳绩 就是中国奥运代表团 只是以一枚金牌之差 屈居世界金牌榜第二名 如果中国奥运代表团 加上香港奥运代表团 以及台北奥运代表团 那么整个中国的 这个金牌总数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 位居第一位 也正是基于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 体育大国的这种认识 所以我断言 中国的奥运健尔 也一定能够在 这次北京的奥运会上 创出佳绩 有人说 中国是人口大国 有14亿人 选拔一批运动员 参与奥运会 并且获得一些好成绩 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么说这种话的人 显然是不了解历史 中国一直是 世界的人口大国 但是乘起何时 中国这个人口大国 不仅不是体育大国 还是体育弱国 是东亚病夫 我这里举两个例子 就足以说明情况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中国的人均寿命 只有35岁 那个时候的中国 极贫极弱 绝大多数中国人 都吃不饱 穿不暖 有病 没有条件医治 像这样一个 极贫极弱的国家 根本没有条件 去从事体育事业 绝大多数国人 都在生存的线上 挣扎 史料记载 1936年 当时的中华民国 组织了一个奥运代表团 去德国柏林 参加第11届下届奥运会 那么这个 中国奥运代表团呢 一共有69人 那么在比赛期间 只有一个 撑干跳的运动员 进入了复赛 其他人 全部在 浴赛里面就被淘汰 那么在 回国的路途中啊 经过新加坡 当地的媒体 画了一幅漫画 这幅漫画上面呢 是有一群中国人 他们头上 续作长辫子 马挂长袍 然后呢 形象非常的 瘦弱 枯瘦 这样一群中国人呢 用 担架 抬着一个大鸭蛋 那么这幅漫画的标题呢 叫东亚病夫 也就是说 当时的中国 在全世界的眼里 虽然有 质疑人 但是呢 却是一个 病夫 现在来看呢 如果没有 国家的强大 没有中央政府 强有力的领导 组织和动用能力 人口再多 都无济于事 人口多 只能成为一盘散沙 成为一群乌合之众 也只能被 外国人嘲笑 甚至欺负 那么今天的中国呢 已经换了人间 就正在我前面讲到的 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 体育大国 而且正在向 体育强国迈进 甚至我们还可以预言 中国的奥运代表团 获得的金牌和奖牌数 一定会名列 这次北京冬奥会的 奖牌总数的前茅 现在啊 我们国家 这个体育事业发展 潜力也非常大 前景呢 不可限量 目前我们国家的人均GDP 刚刚过了一万美元 那么再过十来年 到2035年 或者说再过个二十几年 到2050年 当我们国家的人均GDP 分别达到三万美元 六万美元 这个时候 可以想象的出来 那个时候啊 我们国家的体育事业 全民健康水平 以及国人的身体素质 特别是我们的体育健儿 在国际比赛之中 所创造的佳绩 一定会更加的惊艳 甚至令人不敢相信 但是这一切都是可预期的 因为随着中国的强大 随着中国从体育大国 向体育强国的迈进 这一切一定会到来 好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